许多网友对周深在前段时间播出的国家宝藏节目上的表演圈粉 一首让周深改了28次的歌曲《威凤银》 让大家看到了那个先一怒马的少年李世民 这是一场真实的少年对话 更是一场艺术与文化的碰撞 节目播出后不久 首播战爆就出炉了 节目总计有8个热搜 周深就占了3个 其中话题热度最高的 周深问李世民多高 也是节目中最好笑的部分 周深的喜剧人特性 至今令不少网友记忆犹新 参加这档节目后 周深的国民度再次升级 而这档文化内涵深厚的艺术节目 搭配实力相当的嘉宾 一定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周深作为当代正能量实力歌手 陆续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从第一次走上央视的舞台 到现在成为央视的常客 都是央视对周深实力的认可 近期除了这个节目之外 周深也参与了一项 由人民日报发起的 我和你一起晒微笑 迎冬奥网络征集 视频中的周深身着衬衫 面带微笑 给人一种清新阳光的感觉 笑起来也太有感染力了 大家更期待能在冬奥 听到周深的歌声 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 这位宝藏男孩的四大风神现场 第一首《大鱼》 作为周深的成名曲 歌曲从一发行就受到了无数好评 在整首歌曲中 周深空灵清澈的声音 为我们在线的国漫 《大鱼海棠》中春 坤 秋 各自追寻 各自成全心爱之人的画面 周深声音一响 就瞬间将人拉回到电影情节中 在歌曲中 周深从低音浅唱到娓娓道来 再到幽远激昂 让整首歌更有层次感 歌曲中所要表达的深情 也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周深的吟唱中 细腻翡测 空灵动人 而对于这首歌曲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演唱 周深都一如既往地演唱得极富深情 声音干净透亮 不愧是一个人的唱诗般 一开口就能将人带入到 那个北民有余的画面中 循着他的歌声 一起倒流回到最初的相遇 有人说大鱼成就了周深 但现在看来 更像是周深成就了大鱼 第二首 达拉崩巴 说起周深的风神歌曲 自然少不了达拉崩巴 周深作为一个老二次元 在演绎二次元歌曲时 可以说是中二气息十足 在歌手中选择了一首 达拉崩巴作为演唱曲目 真是老二次元了 而在演唱中 他一人分饰五角 少年 国王 巨龙 公主 旁白 几乎将每个角色 都演绎得唯妙唯俏 而中间部分 加入了每声高音 很是抓耳 加上烫嘴的歌词 超劲爆的旋律 瞬间嗨翻全场 当这首歌一出 可谓是震惊无数人 节目中 更是让肖静腾震惊地 瞪大了双眼 连连张大嘴 不少粉丝网友更是称 一首歌听出了音乐剧的效果 而也是因为这首歌曲 让无数人对周深的印象 有了质的飞跃 第三首 左手指乐 在2020年的中秋晚会上 萨鼎鼎和周深 共同演唱了《左手指乐》 对于二人各有千秋的高音 网友们纷纷评价道 高音可以掀翻天灵盖 周深的高音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萨鼎鼎的这首 《左手指乐》的高音 更是跨越了三个八度 对于其他人而言 这首歌的难度相当大 但是对于周深而言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丝毫没有压力 虽然是两个人演唱 但是依旧能感受到 周深高亢嘹亮 又不失空灵的嗓音 在歌曲中还添加了电子元素 让歌曲的气势更为磅礴了 对于这首歌曲 其实周深早在2019年时 在自己的直播中就翻唱过 当时他是在自己的卧室中直播 全程都是坐着演唱 而他唱到高音部分时 直播的话筒设备 都因为他的高音受到了影响 说这首歌是他的风神曲之一 也是不为过的 第四首Let It Go 说起周深最让人震惊的歌曲 其实不是他的大鱼 也不是达拉崩巴 而是这首冰雪奇缘主题曲 Let It Go 在这首歌中 周深先后用英语 普通话 日语 俄语 波兰语 粤语 乌克兰语 法语 意大利语 九种语言演唱了整首歌曲 因此被网友分为卡布女神 当时听完整个人都惊呆了 对于这首歌的演唱 他也拿捏得很到位 八国九语 简直逆天 周深究竟是个什么宝藏男孩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真是有被惊艳到 周深的歌和他自己一样 像是一首童话 又像是一杯成年老酒 需要仔细品味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首歌曲外 你觉得哪首歌曲 还是周深的风神歌曲呢 双十一狂欢夜 王炸不断 周深正云龙 唱响天籁 在官方释出的名单中 还有近年来 炙手可热的晚会红人 周深 与中国好声音一战成名的他 用天籁般的歌声 在每一次演唱中 洗涤了观众的灵魂 是当之无愧的灵魂歌者 去年双十一狂欢夜中 周深是用一首改编的极乐净土 还翻全场 除了他之外 此次他的同门师妹 中国好声音2020的总冠军 单依纯 深入人心的梅西湖兄弟 郑云龙等实力唱将 也将一同强势加盟 这样高质量的嘉宾阵容 更是让网友观众们期待满满 不知道他们究竟会带来 怎样的合作舞台呢 周东宇首次加盟狂欢夜 梦幻表演 期待你来解密 相比于其他双十一狂欢夜的老朋友 年轻的三金影后 周东宇和新人人气影员 徐开成 今年首次官宣加盟 早在先前的发布会上 官方便表示 此次晚会将会首次 以沉浸式剧情互动秀形式渲染 由国内top沉浸式密室 暴风岛提供剧情 及玩法创作 让观众能够在推理中收获乐趣 这也让嘉宾的表演 更加的充满悬念 唱歌 跳舞 跨界表演魔术 实力演员们的加盟 又是否会有 在线电影情节的环节 看来一切的悬念 只有等到狂欢夜当天 才能揭晓了